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 香港明镇发起的七一游行 主办单位表示有55万人参与 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以及促请林郑月娥下台 为史上人数最多的七一游行 而当天一批现场示威者 冲入立法会大楼破坏大楼设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在2号凌晨4点 在湾仔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 回应立法会遭到示威者攻入的事件 她说示威者目无法计 扬言追究到底 七一游行虽然是最终占领立法会会议厅的 示威者都全部离开 但警方在午夜12点后也开始使用催泪瓦斯 驱散人群场面一度混乱 香港政府凌晨1点表示 周一一共有54人被送到医院 香港医院管理局说 截至周一晚上11点 共有38男16女被送到医院 其中3人情况严重 8人情况稳定 43人都已经出院了 而林郑月娥在香港当地时间凌晨4点出面召开记者会 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以及警务处处长卢聪伟等官员的陪同之下 与警察总部会见媒体 她表示 1号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画面 七一游行的人士展现香港的核心价值 和平示威值得称赞 反观立法会的示威者 行为令人痛心和震惊 她感到愤慨和心痛 林郑说 示威者从昨天早上开始 与警方对峙 堵塞道路 而且用不明议题来攻击警察 下午情况急转直下 示威者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 用铁棒和铁龙车破坏立法会外墙 又用化学粉末来攻击警察 她认为 示威者强行进入立法会大楼 大肆破坏毁坏议事厅 屈灰以及立法会主席画像等行为是目无法计 影响香港的法治 而且警方的应对是十分克制的表现 她也提到 昨天晚上没有时间拒绝与民主派议员会面的原因 她说 见到示威者的暴力程度 令她认为到现场沟通并没有帮助 不过林郑强调 日后不论是民主派议员或其他的族群 她都会尝试沟通 她的发言结束之后 现场有媒体问到为何不回应示威者 林郑辩解港府没有回应诉求的说法 并不正确 她说上个月15号 她已经宣布要暂缓修订逃犯条例 没有重启的时间表 法案会在明年7月 本届立法会期结束之后到期 已经是一个正面的回应 至于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士 或者是特赦涉案的人士 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法制 对于是否有官员要下台负责 她也否认 表示自己上个月18号已经向市民真诚道歉 郑律司长郑弱毅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也认为修例工作不足 忠心道歉 她未来会透过改革政治的风格 更用心的聆听吸纳社会各界不同意见 特别是年轻人的心声 要尽努力来解决香港问题 随后发言的警务处处长 卢伟聪则说 示威者从昨天凌晨4点开始堵塞道路 冲击警方防线 后来又有暴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 晚上进入大楼肆意破坏 情况令人发指 对于连串漠视法纪行为 警方予以严厉的谴责 必定全面调查 严肃地跟进 卢伟聪还指控 示威者曾在京中向警方投掷不明的议题 导致13名员警得要送医救治 而下午在冲击立法会大楼期间 又有示威者用气体攻击 两名警务人员吸入了烟雾之后 身体不适送医 为第四类危险品本二安 大量吸入后会令皮肤和呼吸道严重烧伤 最后她坦诚 凌晨清场期间 钢警主要使用的是催泪弹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则说 示威者已经触犯了公安条例 刑事罪行条例 以及立法会权利 以及特权法等一系列的罪行 她告诉媒体 暴力分子容易渗入群众活动 制造混乱 破坏社会安宁 而示威者携带攻击性武器 进入立法会大楼大肆破坏 最严重会被判刑两年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 袭击香港议会的抗议者希望为香港争取民主 他说他们正在寻求民主 我想大多数人都想要民主 不幸的是有些政府却不希望 但这就是这次活动的全部 这次完全是关于民主的 从来没有比民主更好的 早些时候 川普表示香港的情况让他非常的悲伤 近日在抗议者洗劫立法会后 美国周一敦促香港各方避免暴力 国务院发言人说 我们敦促各方不要暴力 香港的成功取决于法治和尊重基本自由 包括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自由 美国已经表示声援香港活动人士 目前为止 他们成功的阻止了香港亲北京当局 允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举动 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 在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打破游行之后 他们面临对抗议者使用过度暴力的指控 在刚刚过去的英国1997年 将香港移交给北京周年纪念日当天 蒙面抗议者脱离了和平人群 闯入立法机关 用反政府涂鸦涂抹墙壁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据CNBC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 与中国的后续贸易谈判 在周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后 已经开始了 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 双方正在通过电话举行重新谈判 川普补充说 两个经济超级大国之间的任何协议 都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 川普表示 双方官员在电话里讨论了很多内容 而他们也在面对面的对话 是的 他基本上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是在我们开会之前开始的 川普补充说 协议必须对我们来说更有利 因为他们在这么多年里 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 他还表示 中国多年来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 这意味着与北京达成的潜在贸易协议 必须是一项有点倾向于美国的协议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王岐山酸自己 礼仪式角色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级领导人会见外国访客的新闻 一般都由官方新华社统一发稿 但昨天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见墨西哥外长爱布拉德 除了新华社的官方通稿外 凤凰卫视竟也发了一条现场新闻稿 内容与新华社的八股新闻大一起去 更重要的 如果该条新闻透露的王岐山讲话内容属实 则显示他似乎有点异性阑珊 凤凰卫视新闻报道说 王岐山时隔13年会见墨西哥外长说 你变成熟我变老了 墨西哥外长爱布拉德应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 于6月30日到7月2日访华 1日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南海会见爱布拉德一行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1日早上在中南海紫光阁 欢迎墨西哥外长爱布拉德对中国的访问 两人的对话从13年前的一次会面说起 报道引述王岐山说 13年前我当北京市长时 你是后任的当选的墨西哥城市长 昨天我还真把咱们的讲话谈话找出来看了看 王岐山说 当年两人就城市管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爱布拉德也谈到13年前的那次会面 他祝贺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取得的成就 墨西哥外长爱布拉德说 我清楚记得你跟我说的北京发展规划 今天我在北京看过之后 我发现所有规划都实现了 报道称 这是王岐山与爱布拉德第二次会面 两人用熟人亲爱的朋友相称呼 王岐山说 一回生二回熟 第二次见面就算熟人了 13年时间你变得成熟了 我变老了 你搞外交了 我现在负责协助主席做一点礼仪性外交 文章最后说 王岐山传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墨西哥总统佩洛斯的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方愿意与墨西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王毅二号将与爱布拉德举行正式会谈 以上是穆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7月1日 伊朗宣布其浓缩又库存 已经超过2015年国际协议所规定的300公斤限额 稍早前 美国川普政府宣称 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美国国家军事学院退休教授科尔对美国之音说 在这一背景下 美军不得不对中东地区的局势 给予更大的注意力 科尔说 我想美军当前对波斯湾和北阿拉伯海的局势极为担心 美国2018年公布的新国防战略报告 将大国竞争视为美军的战略重点 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们则直接称 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长期威胁 一些防务专家担心中东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 会再次分散美军对亚太地区的关注 传统基金会在过去几年中发表的年度美国军力报告称 美军有能力应对单一区域的大规模冲突 但可能难以同时应对两个区域的重大战事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洛曼上星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对美军要同时对付伊朗和中国的可能性表示忧虑 洛曼说 我们需要一个用于保护美国全球利益的军队 传统基金会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担心我们不具备履行这一使命足够的兵力或备战水平 也就是同时展开两项重大战事 这一届政府正在大力解决这一问题 但问题依然存在 据美国之音报道 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 印太地区不仅是美军的一个重要战区 还是美军的首要战区 他还说美军有信心在注重亚太安全的同时 应对伊朗的军事挑衅行为 上个月五角大楼宣布向中东地区增派一千名军人和战备资源 应对伊朗越加咄咄逼人的举动 之后伊朗击落了美军一架无人机 这一事态发展加重了人们对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的担忧 嗨遍布世界的民进网友们你们好吗 今天你所在的国家有什么新闻 2019年对民进而言是不寻常的一语 经过两年多的积累 我们正是进入高速成长阶段 蜕变虽然艰辛却也幸福 我们终于可以展翅飞翔 短短几个月内我们打造了今天大新闻 民进聊天室等精彩栏目 开发了文资邮报 音频播客等周边产品 并组建了一支来自全球的优秀专业团队 从今天起一直陪伴您的民进 将更进一步贴近您的生活 我们正式推出民进专属周边商店 以后记得抱着民进抱着人看民进电视 也可以作为靠背看紧久了也不会累 出门时记得把您的书籍 笔记装记连点 今天是准备手带 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读到哪里想到哪里 此外我们还推出了手机壳 休闲服装马克杯等其他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陆续上线更丰富精彩的商品 您也有机会参与产品的设计并获得价值回馈哦 民进从线上到线下的陪伴 带您了解世界的变化 守护您走过人生的旅行 您善意地支持我们温馨陪伴 让我们与世界并肩同行 爱新闻的人永远不寂寞 当然这只是我们2019年发展规划一个环节 为了几个月内 民进舞台从内容到周边 甚至到媒体生态系统都将更加丰富完善 我们深知我们还不够完美 成长途中也多挫折坎坷 但是有您的陪伴苦涩也甜蜜 唯有用更好的自己报答最珍贵的 欢迎收看民进焦点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大阪G20见面之后 停滞已久的中美贸易谈判又重新开始 看起来是积极的信号背后 隐藏着艰巨的重重难关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就是说服各自政府内的强硬派 暂时妥协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报导称 对习近平来说 中共一线高层加上国有企业的高官 普遍认为 美国正在试图摧毁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 因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 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而对川普来说 他面临着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的质疑 担心他一不小心再做出更多让步 就像去年的G20一样 加在川普身上的另一重考验 是美国的2020大选 为此川普必须要应对 受到加关税影响的美国企业和农民 美国智库哈德士研究所的 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表示 习近平跟川普都面临着 一些需要争取支持的群体 比方说 在中国强硬派不想要自由市场 想要中国更加强硬 而在美国强硬派不想被中国继续利用 或者被欺骗 而对于各界都非常关注的谈判焦点 华为 川普则认为 允许华为购买美国高科技设备的决定 只需用于不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部分 这是在G20间隙做出的决定 而根据报导 一个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商务部的一个部门 正在致力于调整出口许可 特别审查华为对美国宽带网络造成的威胁 因为这对美国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在美国政府内部 国家安全部门对华为松绑的决定也感到十分担忧 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想法 称华为的根基就建立在偷窃西方的技术上面 因此该公司正在建设的无线网络 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利用 但是华为已经在否认这些指控 咨询公司麦克拉迪的顾问郭嘉明表示 就算有了放过华为的协议 国家安全部门其实不会善罢甘休 但是据知情人士称 川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把华为视为谈判筹码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希望 不在谈判中涉及到华为 因为华为问题本身已经很复杂 但是对于北京来讲 给华为松绑可以说是达成一项 更广泛协议的先决条件 习近平的一线顾问认为 美国对华为的一系列行为 其实都是美国在一直中国崛起的招数 而不仅仅是为了寻求达成贸易协议 而除了华为之外 中共内部对美国提出要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也非常抵触 根据报道 一个中国官员表示 美国认为对中国施压有助于把事情向前推进 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大众看来 这样的压力被看作是一股 想让中国感到取辱的外国力量 进而激起了更广泛的民族情绪 在中国官僚机构内部 对美国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对声音正在加大 例如一线经济机构 此前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基于竞争中心概念 为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和外国公司 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将不会再获得优待 川普政府已经将竞争中心这个概念 包含在修订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中 但是知情人士表示 在中国政府近期的讨论之中 负责监督国有企业以及电信等国企 占主导地位的关键行业的官员 对竞争中心的概念提出了反对意见 称这是西方的行事方式不适用于中国 而到目前为止 唯一对这个概念表示欢迎的是 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 该机构认为 允许外国投资者更多的参与银行等金融领域 可能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周末的报导之中 其实并没有提及美国对华为做出的让步 或者说是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消息 这通常表明 中国政府希望控制对国内方面可能受到的影响 而在一些批评人士看来 这场交易基本上算不上是一场胜利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做出巨大让步了吗 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设备只是回到了一个半月之前 不加征兴的关税 是回到了半个月之前 中国实际上会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并支付改革的成本 某些美国人还不满意吗 而与此同时 双方都显示出愿意做出一些让步 比方说 中国在上周六的川习会之前 购买了54.4万吨的美国大豆 而川普方面也取消了副总统彭斯 原定在G20召开之前 关于中国侵犯人权讲话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5月13日举行的 由20多位中共高层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之上 以支持外国企业参与中国经济文明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批评了拟议中的中美协定 之前知情人士表示 韩正以及其他的高级领导人 对美国的一项政策尤为不满 也就是即便北京方面承诺改变政策 美国也不会取消关税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周日美国总统川普成为了历史上 第一位踏入朝鲜领土的总统 这一次的会面看似非常记性 也成为两个人第三次的见面 两人握手并且一起走路的视频 也在当天成为了新闻焦点 不过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 几个星期之前 川普提出跟金正恩在停战区打个招呼 而在那之后 川普政府内部开始形成这么一个点子 官员希望借助这项计划 能够开启一次新的谈判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个谈判点子的概念就是核动节 这意味着接受现状 也就是承认朝鲜有核武器 要知道之前川普政府的官员是完全不支持这个观点的 但是一些评判者抓住了这个机会 认为这是朝鲜领导人在利用川普 而川普也在利用这个天大的机会 恰逢在竞选阶段 制造出他正在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光鲜景象 而批判者则认为真正的妥协其实并没有开始 在纽约时报发表了这篇报道之后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发推文表示否定 他说我读了纽约时报这个故事 但是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我都没有探讨或者听说过 任何关于满足朝鲜核动节的愿望 向媒体透露信息的这个人 应该是在试图给川普总统设置障碍 束缚他的手脚 这个人应该面临后果 然而这个核动节的计划 可能会阻止朝鲜核武器库继续扩张 但是至少在最近的将来 不可能让朝鲜拆除所有现有的 估计20到60个的武器库 这也不可能限制朝鲜的导弹能力 据报道 美国政府私底下仍然在坚持彻底无核化 但是意识到金正恩目前最忠实的核武器 让他完全放弃不太可行 因此才开始权衡这样的新的办法 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办法有他的缺陷性 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 试图在金正恩二月在核内的提议上面建立开来 当时金正恩答应放弃宁边的核燃料生产基地 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 但是在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加压之下 川普拒绝了接受这一个提议 因为朝鲜现在的很多的核武器 不仅仅是在宁边这一个地区生产 而这项核动节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让金正恩的团队 同意将沿边基地的物理定义扩大 但是这么做其实存在许多障碍 比方说朝鲜需要接受突击性的检查 最终的目的是让朝鲜完全实现核动节 也就是无法生产新的核武器 一个参与了与朝鲜谈判的高级美国官员 对纽约时报表示 现在并不清楚朝鲜会不会接受这个计划 在过去朝鲜的谈判代表坚称 只有金正恩能够定义拆除延边的意思 而为了让这个协议生效 朝鲜必须要同意把全国各地许多的一些基地 包含在协议之中 其中就包括一个叫做Kangson的地点 这个地点在宁边之外 美国和韩国的情报机构都认为 朝鲜仍然在这个地方生产 又燃料 报导还认为 因为川普正在连任竞选之中 他很有可能会宣布 周日这个历史性的会面是一次胜利 是对金正恩力量的一致成功意志 也是对历史上最棘手的危机 取得恍慢进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周日晚 美国国务院驻朝鲜特使 Steven Began认为 这个所谓的核动节计划 其实还只是一项纯粹的猜测 并且他说 目前他的团队还没有准备任何新的提案 但是据推测 川普要求的核动节是永久性的 因为他希望做的比奥巴马从伊朗那边争取到的要更多 但是尽管成功冻结也会比川普之前承诺的 朝鲜要在2021年1月之前实行迅速的无核化来得更晚 不过这项报导认为 这比完全没有计划要来得好 川普本人则认为 他跟金正恩的个人关系交好 可能会推动核动节有创造性的开展 不过有评论者认为 川普的这个做法会让人怀疑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意要达成一项无核化协议 还是说他只是在关心 能不能向选民展示自己的能力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理查德哈斯表示 总统一直揪着不可能有战争了这一点 应该得到表扬不放 但是开战曾经被提及 并不是因为朝鲜有在做什么不一样的行动 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曾经威胁要开战 而开战不再被提及了 也不是因为威胁减少了 而是因为政府认为无核化的条件被满足了 但是川普现在的合同节计划可能正合金正恩胃口 金正恩虽然急着摆脱美国的经济制裁 但是一些朝鲜问题专家保释 他更有可能愿意解除部分的美国的经济制裁 来降低美国对朝鲜彻底无核化的希望 川普在会面金正恩之后发言的核心就是 他跟金正恩的友谊已经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 还说他上任之后朝鲜的巨大危机已经过去了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高级研究员亚达蒙特就表示 川普的这一系列发言看上去让人觉得 他跟金正恩的友谊就是他做一切的目的 奥巴马在任期间任国防部韩国国家主任的范杰克逊表示 川普曾经表示如果金正恩不放弃他的武器 他会用被怒火制裁的很惨 但是他现在却认为会面的目的并不是实现无核化 而是跟金正恩建立良好的个人友谊 这其实是对朝鲜核力量的承认 而纽约时报认为如果情况真的如此 接下来几年在朝鲜问题之上 思路会变成这样 一系列的开开庭庭的谈判会继续进行 而两位总统因为周日的会面和握手 继续对对方感觉良好 而这个世界对朝鲜核武器的力量会质疑更加习惯 对朝鲜的认识也会逐渐变得跟对巴基斯坦 印度和以色列一样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焦点 请在YouTube订阅明镜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